依然大同热水部落被称是被遺忘的部落 主要是它地理位置处在蓝牙溪东侧 与其他部落相似四季因事不同 要进入到热水部落 除了走以51线道 就是横跨蓝牙溪河闯便道 但便道产因迅其而被冲毁 居民大多仰赖以51线道 对此居民期待能建设横跨蓝牙溪的银河大桥 那现在事故已经20几年了 那现在是我们政府单位 在这个10月底的那些可行性评估的时候 一直说要新建硬热大桥 我不知道这个新建硬热大桥的一些美梦 会不会实现 这次的选举又轮替了 我们的硬热大桥要何从何起 才能够新建完成 宜兰县政府在今年10月 经过中央全额补助后 完成可行性评估报告 也通过其中审查 交通处表示 鹰热大桥相关路线 大概都已经确定好 桥长692公尺 工程预算3.29亿 工程需要480日立天 只要完成期末审查后 就可以向中央单位 激起争取经费完成大桥工程 这个可行性评估呢 目前已经进入到期末阶段 应该最近就可以来做整个期末的 这个整体的审查 如果我们明年初大概可以完成之后 马上来跟中央来争取 如果中央可以来赶快来核定的话 那我们依据两年之后 大概就可以完成这个整个的工程的 后续的整体的建设 由于工程经费预算打3.29亿 宜兰县政府必须提出8000万配合馆 对此议员陈杰林表示 为督促政府看是要逐年编列过一次到位 我也会透过这个中央的民意代表 还有相关的这个中央的主管机关 一起跟他们来争取 因为这座大桥它具有观光产业 还有运输以及灾害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的一条 联络桥 军明表示 这座应热大桥已经期待好多年 如果能顺利通过 不仅在未来能够做台气线 在遇到大陆摊坊交通瘫痪时 重要替代道路之外 这座大桥还可以让当地居民在售农产品 同时结合热水部落目前发展观光产业 符合居民在经济产业 救赞能力相关需求 远时新闻 虎寸56亿兰大同采访报导